近日網上流傳歌手歇恩祺一段5分鐘的錄音 至流感疫苗成效不到10% 又稱疫苗含水淫屢還會引發變種 在家長群組瘋傳 歇恩祺星期四透過社交網站承認 是他與朋友之間的討論 對被轉載及公開感到詫異 不少家長留言表示支持他的看法 但港大傳染病專家何百良反駁 疫苗有效又廣泛證明 正接收到資訊都不經過小心分析 就遞進入腦裏 情況可以是很危險的 而香港的研究更加清楚顯示 在過去的8年 流感疫苗是可以有效預防我們的小朋友入院的 當中如果疫苗和流行的品種配對良好 預防流感引致兒童入院的成效是79% 他強調 疫苗成分經嚴格審批和安全檢測 否認含水銀和鋁 其實疫苗裡面就沒有水銀和鋁的 美國和歐洲生產一次用餘的疫苗針裡面 大部分已經再沒有過往的混合物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也稱有關資訊錯誤 現實疫苗效率有50%至55% 衛生署強調 流感疫苗安全呼籲高危人士要接種 大紀元記者梁珍、余剛香港報導